韩国综艺节目超人回来了 日前加入了新成员那恩会多国语言 他再加上甜美的笑容 节目一播出就圈了不少一幕粉丝 不过不仅如此 现在连大发都要被那恩给迷倒了 在新的预告中播出 因为那恩的一声欧巴就彻底的 把大发的心给夺走了 超人回来了 那恩跟大发相见欢拉 而且大家在远远的时候就用甜美的嗓音喊了 欧巴并朝大发飞奔而来 然后大发还调整自己的仪态 似乎是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那恩看 不过那恩的撒娇攻势可不止喊 欧巴两字眼而已 那恩居然还在两位爸爸面前说 我要跟欧巴手牵手一起去 迎目前的小编差点就要被融化了 大发能受得了吗 最可爱的是大发 也没有因为害羞就不跟那恩玩 反而还做出三招超级暖男的姿态 两人间整个充满了可爱的粉红泡泡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大发的欧巴暖男行为吧 一帮称惨因为那恩说要手牵手 所以大发就大方的牵起那恩的手 并且还一手帅气的撑起于惨后 光看这画面真的蛮甜蜜的呢 二帮拖鞋接着两人一起到了小良亭约会 大发先让那恩上座 重点还贴心的帮那恩脱鞋 加帮那恩鞋子白整齐 并且还劝那恩不要把袜子脱掉 因为有可能受伤优负三帮 赶出那恩突然惊喊有虫子 帅气的大发马上拿起鱼仔 帮那恩赶虫子 真的是帅气抱表 傅四抓小狗两人 是为了小狗才来到两顶这 兴奋的那恩在看到狗狗的时候大喊 欧巴帮我抓 大发马上使出蛮光之力 抱起一只狗狗 果然韩国男只要背叫欧巴 两次就会变得超 吉妹呢 姨母编从大发 很小的时候就看着他到现在 而现在开始会撩妹 真的有种自家孩子长大了的感叹呢 并且如果有女孩期待 那能和大发 有更多的粉红泡泡 不妨期待一下 超人回来了 这集的播出 两小无猜 小情小爱的那种最可爱的 小编气笑 小爱码 小爱的那种最可爱的 不可爱的 让你更多的 都看我们下期间 最可爱的 小编口 小爱的 小红泡 小洋 也好 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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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